美國國防部二十七號表示 喀布爾國際機場的自殺炸彈攻擊事件 自殺炸彈客只有一人 爆炸只發生在機場附近的愛比門 而非先前所說的兩起爆炸 白宮則是指出國安顧問小組 在對美國總統拜登簡報的時候 發出警告 喀布爾可能再次出現襲擊事件 阿富汗喀布爾國際機場二十六號 發生自殺炸彈攻擊 造成十三名美軍在內 超過一百七十人死亡 國安小組二十七號 在對美國總統拜登簡報時警告 未來幾天才是撤離任務 最危險的時期 白宮強調原定三十一號前 完成撤離的任務計畫不變 此外任務指揮官還規劃回擊 伊斯蘭國分子的行動 和拜登二十六號談話時 誓言暴復的說法 相呼籲 針對這起炸彈攻擊事件 美國國防部二十七號指出 自殺炸彈客只有一人 爆炸只發生在機場附近的愛比門 美國國防部表示過去二十四小時 各國共有八十九架次搬機撤離 約一萬兩千五百人 各國陸續結束撤離行動 包括西班牙 德國 比利時和意大利 都已經結束撤離行動 意大利也結束部隊派駐阿富汗二十年的任務 由於持有特殊簽證的阿富汗民眾 人數眾多 美國國防部新增三座軍事基地來收容 加上先前已經規劃的三座基地 六處合計共可容納約五萬名阿富汗民眾 公司新聞政委人中間綱編譯